北韩宣布已首次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等北韩媒体纷纷报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28日上午 在慈江道隆林郡都阳里进行了新开发的 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此前 韩国军方表示 北韩28日上午6时40分许 在慈江道向东发射了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 发射体的飞行距离 速度和高度等 与此前北韩发射的导弹有所不同 北韩此次报道确认了其发射的短程导弹 是今年年初宣布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 北韩公开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称 通过试射确认了导弹的控制性能 安全性 和高超音速弹头的制导技术 飞行特点等技术指标 尤其是确认了首次采用安部化的导弹燃料系统 和发动机的稳定性 所有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安部化导弹燃料系统是将液体燃料装入容器中 在发射时进行安装的方式 性能与固体燃料类似 可迅速和随时进行发射 北韩劳动党书记朴正天和国防科学部门领导干部 在现场观摩导弹试射 金正恩并未出席 今年1月 金正恩在劳动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表示 已决定于近期开发高超音速武器